老妈 这里衣服都要扔掉吗 是的 这么多都要扔啊 这里还不多 柜子里还有好多好多的 这么多 这衣服好好的扔了不可惜吗 这又怎么办法呢 大家好 我是萱萱 今天我在娘家 今天我来给我老妈搬家 大家也知道 这个是我们家店铺的楼上 以前我们是住在这的 然后我们这个店铺卖掉了 所以要把楼上的东西都给清空了 今天我来给她帮忙 女儿 你说自己好看啊 好看啊 这件 这是羽笼服的吧 对啊 还这么毛的 那肯定买了很贵啊 你留着呗 留着洗脱 我觉得我说洗脱不好 要不你要吧 我不要 我不喜欢 那怎么办 痛苦啊 好多衣服都好花的 给她 就是啊 要截着啊 好痛苦啊 都是我约顾 买了那么多衣服 对 败家娘们 你这样跳要跳到什么时候啊 不知道啊 我今天就是在痛苦中 痛苦 这件也好好的呀 这件事好好的呀 你弟弟的吗 对啊 这个弟弟的 这不全新的吗 是全新的吗 这个拿给送我粉丝吧 你说粉丝会要吗 你应该会要的吗 问问我的粉丝吧 这个这台是名牌的背靠背 你这也是全新的 这扔的好可惜啊 刚刚理了一件我弟弟的这件衣服 名牌的还 这个还全新的 这个送给粉丝 你们会喜欢吗 不过这是全新的 你如果你们要的话 你们就评价一下 我就给你们留着 好吧 现在我们俩 离了两个小时 给大家看看我们的成果 这件好看吗 好看 你这件留着啊 这件挺好看的 你留着吧 那我留着吧 给你们看 这是我们两个小时的战果 衣服全部都在这里了 都是不想要穿的 老妈这里有20年的了吧 没有 有多少年了 15年了 这是我们15年的青春 都在这里了 都是岁月的痕迹啊 大家也看到了吧 我们的衣服真的好多 这里还主要都是我妈的 我妈她比较喜欢买衣服吧 然后我也遗传我妈 这些衣服 说实话 扔了也有点可惜 我妈边在里边在感慨 感觉有点浪费了 她说以后再也不买衣服了 你觉得我会信吗 她会不买衣服 哎 然后我们这些不喜欢的衣服 还有旧掉的衣服呢 我们准备拿去卖掉 等会看看这些衣服能卖多少钱 你这衣服怎么卖的呀 六毛年龄 那个好一点的呢 比如说雨伦服 全部六嘛 那就乘乘看吧 这里多少斤也不知道 这么多衣服我们已经卖完了 大家看看 是不是瞬间清爽了很多 你们猜猜这么多衣服是多少公斤的 这些都是鞋的代价 总共卖了180公斤 它是六毛钱一公斤 总共卖了两百多块钱 这么多衣服 哎呀 说实话有点心疼啊 可是也没办法 都不喜欢了 所以以后啊 又少买点衣服 你们说是吧 对吧 老妈 对 我天空了 给你一点叫醒 拜佳女 拜佳女 好了 就这样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